你好,我是千云 今天要说的书是 如果人生重启 一千位人生专家教我的生命功课 那些不做会后悔的事 作者是卡尔皮勒摩 这本书是如果人生有地图的新版 卡尔皮勒摩是一位老年学家 专门研究老年问题长达数十年 尽管如此,他的心中一直有个疑问 那就是当我们在探讨 如何协助那些身患疾病 无法治理的老年人时 与此同时 对于这些已经步入人生最后阶段的老人家来说 他们是否又有什么生活经验 可以帮助那些焦虑又烦躁的新一代呢 有一天,卡尔如往常一样 来到一家护理居家拜访 居住在这里的老年人 基本上都已失去治理能力 疾病缠身,且时日无多 对卡尔来说,这里可不是什么欢乐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他在护理之家看见了近九十岁的猪恩 与许多高龄长者一样 猪恩的身体有很多状况 疾病折磨着他 日常起居都需要有人协助 但有别于他人的事 猪恩对身体的变化似乎不以为意 其乐观又轻松的样子 令他在这个地方显得与众不同 于是,卡尔与猪恩攀谈起来 卡尔很想知道九十岁的猪恩 是如何看待身体的老化 如何面对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向尽头的事实 而猪恩接下来的回答 不只在卡尔心里埋下深深的种子 心中的那股涌动 更令他因此启动了一项计划 他将这项计划取名为传承计划 并花了整整五年的时间 先后访问了一千两百位来自美国各地 来自不同背景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针对六大主题 搜集长者们的经验之谈 以及他们想要传达给年轻一代的讯息 而这六大主题分别是婚姻 工作 孩子的教养 衰老 人生 以及快乐 那么到底九十岁的猪恩 对卡尔说了些什么 令他如此触动呢 我在你们所创的棚屋里长大 地板很脏 没有室内未遇 我有六个小孩 而先生有些残障 工作有一搭每一搭的 我每一天都努力工作 直到精疲力尽 我经历过经济大萧条 那时候我们连炖饱饭都吃不上 而现在我在这里 头上有屋顶 一天有美味可口的三餐 还有非常和善的人照顾我 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每天一觉醒来 太阳就在窗外闪耀 毕竟我还活着 我还听得见 看得到 年轻人 我希望你会明白 快乐是你创造的 无论你在哪里 我为什么要不快乐呢 这里的人们一直在抱怨 但我不会 此时此刻的今天 尽我所能的快乐 是我的责任 或许 我们可以像这些 已经走过人生大半辈子 这些快乐又睿智的年长者 寻求人生真谛 这些年长者 比我们累积了更多的人生经验 他们当中多数人经历过战争 有人被迫参与战争而离开故乡 有人在纳粹大屠杀中幸存 他们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时代 经历了那个饥饿 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 如今 随着他们那一代的人的生命 已渐渐走向尾声 年轻一辈正失去机会 向这些已经经历了人生各种磨难的年长者 讨教智慧 而这些智慧不只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也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 是来自那些睿智的老人家最后的忠告 卡尔把这些长者都统称为生活的专家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看 生活专家会给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忠告吧 对婚姻的观念 这些参与受访的年长者 是如何看待婚姻的呢 如果我们想要幸福长久的婚姻 价值观正是我们该追求的事物 如果对方的人生方向与态度 与你南辕北侧 要维系婚姻就困难得多 我不觉得你们一定要有一模一样的兴趣 但你们必须有相同的价值观 那十分重要 对于年长者来说 坠入爱河的激情虽然吸引人 但那份激情始终是无法维系长久的婚姻的 因为日子久了 这份激动也会归于平淡 因此他们认为 婚后生活 更多的是靠夫妻两人的核心价值观 是否一致来维系的 他们建议年轻人 在步入婚姻前一定要慎重考虑 而首要考量 一定是对方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与你一致 因为这是防止将来吵架的预防接种 同时在搞清楚对方的核心价值观是否与自己一致之前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价值观有所认识 那么我们才能够了解自己与对方在一段关系中最看重的是什么 这些年长者认为 婚姻就跟人生一样 总会有高低起伏的时候 但无论如何 夫妻两人都必须足够重视婚姻 因为这是对婚姻的许诺 而他们对夫妻之间的争执的建议是 一天的结束就是敌对的结束 因为一天的结束也可能是人生的终点 你无从得知那一晚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对工作的观念 这些长者们又是如何看待工作的呢 设定目标 争取你会喜欢投入的职务 你必须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情境 眼光放长远些 因为你还要工作30年以上 就算你的工作不是心之所向 也不是最让你感到兴奋的 还是要好好做 因为如果你表现杰出 你会感觉舒服得多 长者们对于工作的观念出乎意料的简单 要么选择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要么就是让自己爱上目前的工作 因为他们认为 我们在工作以及工作准备这件事上 至少得花上60年的时间 因此 如果你很讨厌自己的工作 那就代表你的人生里多数的时间都是不快乐的 这些长者提醒我们 当有一天你的生命走向尽头 当你回顾这一生的时候 这将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而卡尔博士更是惊讶地发现 在这一千多名的受访者里 没有任何长者提及 努力赚钱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快乐 也没有任何长者提及 比别人变得更有钱就是成功 更没有任何长者说 我们应该根据期望的收入来选择工作 他们都是劝大家不要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工作 只要设法赚取生活所需就已足够 关于工作这一篇 我觉得非常受用 非常推荐大家读一读这本书 毕竟工作 占据了我们的生命里绝大部分的时间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 可以从这么多年长者的亲身经验里取经 对人生的观念 这些年长者又是如何看待人生的呢 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基本相同 那就是尽量让人生无悔恨 长者们说 想要让人生无悔恨 就得密切地关注自己的选择与行为 那么我们才能够将悔恨降到最低 但是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从这些访谈中 卡尔整理出了长者提出的五大方法 这些方法都是长者们认为 可以让我们避免做出以后会后悔的选择 一诚实地面对自己与他人 长者们提醒年轻一代 要做一个有诚信 别人可以信任的人 而且要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个人 而这也包括务必对自己的伴侣忠诚 因为他们认为 不诚实带来的后果与影响非常深远 将来回头看一定会后悔 二 像机会说要 许多长者对工作的遗憾就是 当机会来敲门 他们不敢踏出舒适圈 不够自信 或者是不敢承担责任 而说了不 结果与可能改变自己一生的工作机遇 失之交臂 当他们回头看 往往都会感到非常后悔 三 想旅行 请立刻出发 长者们认为 在不伤害财务 在不伤害社会与家庭生活的前提下 如果有旅行的想法 就不该拖延 因为没有人知道 等你做好了一切准备 或许你的旅伴已经离开世界 又或是你的身体 已经无法支持你 踏上旅途了 而这也是一些长者们的亲身经历 因此他们说 趁你还有时间 身体还能负荷 以及身边还有你最爱的旅游伙伴时 去旅行吧 四 胜选伴侣 长者们不断呼吁 别结错婚 要更谨慎地选择另一半 五 有话现在就说 对此 有位72岁的长者 引用了一句治理名言 把花送给活着的人 死者永远见不到花 如果你对谁有嫌隙 何不现在就把话说清楚呢 现在就说吧 因为或许没有下一次机会了 谁晓得呢 所以 你现在可以做什么 就去做吧 这本书收入了许许多多 已迈入生命最后阶段的年长者的人生经历 以及他们的精欲良言 在读这本书的时候 感觉就像是有很多睿智的老人家 他们亲切又毫无遮掩地 告诉你那些曾经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往事 以及他们想要借此传达给你的一些人生的看法与价值观 而在这么多的建议之中 我发现最为关键的 那就是他们都一致要年轻人 加倍地珍惜时间 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会令自己以后后悔 或不快乐的事物上 有位75岁的长者说 别去葬礼 现在就去见你的朋友 我想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家人 还有那些我们不断在拖延 可是对我们来说又很重要的事物上 这些睿智的老人家在晚年里依旧快乐 很大的关系与他们自身的乐观 与积极的态度有关 这些快乐又睿智的老人家们 让我们领悟到 年老并不意味着失去厌倦或死气沉沉 反而年老还可以代表的是另一种全新的自由 更是一种精神上彻彻底底的自由与收获 而这才是我们每个人活着时都该追逐的终极目标 生命会带给我们问题和困难 这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你还没遇到这些事 那你很幸运 或许也很年轻 尽管如此 我们全都有选择的权利 你必须说服自己 醒来就可以决定专注于正面的情绪 未免你觉得我把我们的长者描绘得太美好 请务必记得一件事 每个活到70岁以上的人 一定经历过某种悲剧 这其实就是长者智慧的根源 在失去与持续觉察生命乐趣之间力求平衡 长者深信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自己更快乐 而且即使我们正面临人生无可避免的痛苦 也可以做这个决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这个频道哦 谢谢